貓老角窩症 貓老角窩症 它其實是一個跟皮質 所謂遺傳有關的病 那也不能說它的病 它只是皮膚的一個症狀 它就是皮膚毛孔表面 你會有一些角質的物質阻塞 它變成一個 黑顆像雞皮疙瘩那種凸起 那這種凸起原則上是不需要處理它的 那如果想要處理它 可以用一些去角質的方式 比如說 像塗黑酸 杜朱花酸、水洋酸、果酸等等 可是不太建議用物理性的去角質 比如說磨砂膏去刮 因為這樣可能會造成 表皮層整個發炎 變成皮膚炎 或者是皮膚整個會受傷 那這東西雖然是不需要治療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 尤其是女生 會基於美觀的需求 而且有些人 他的毛狼角症 在某些季節 像夏天有時候會 就發炎 變毛狼鹽 會癢 那這時候就有人想要處理它 那除了用鋼的這些方式之外 有種做法是 利用 長脈衝的亞歷三大雷射去處理 但是這不是說絕對必要的 我要強調 這次毛狼角化症 不是說一定非得打雷射不可 而且長脈衝亞歷三大雷射 它也是改善毛狼角化症 它原理是因為毛狼角化症 是從毛狼開口的一個清疼角質問題 那這邊如果有一根毛長出來 我們利用長脈衝的亞歷三大雷射 讓毛狼的這根毛髮去吸收熱能 那去破壞這整個毛狼的結構 那讓毛狼角化症的症狀可以得到緩解 那這種治療療法 有的人效果很好 但是也有的是效果不好 甚至無效的 所以這一定要特別注意 不是說這是根治毛狼角化症的方式 那毛狼角化症一般來講 隨著年紀慢慢增加 會逐漸趨於核管 變得比較沒那麼嚴重 所以這個是醫療上面認為說 不是說一定非得積極治療的 不可能的一個疾病